沉浸黑暗寻找光明 哈喽大家好我是将军 这是一架未来的轰炸机 它出色的执行了3460次轰炸任务 此时的地球沙尘弥漫 寒冷无比 俨然一片废墟残骸 人类早已灭亡 只有少数顽强的植辈还在生长 可这架轰炸机 它为什么如此执着 还要一次又一次的执行轰炸任务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科幻短片 战争的最后一天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在未来人类核战争结束后的 第十个年头 一架造型酷炫的轰炸机 正朝着预定目标飞驰而去 这架飞机虽然外形科幻 但惨破不堪 看起来摇摇欲坠 发动机上还冒着滚滚黑烟 飞机上的人工智能体是 距离投弹区还有70公里 提醒飞行员做好准备 可镜头一转 此时的飞行员 已经只剩下一具白骨 空洞的智能体式音 不断在耳边回响 突然雷达监测到前方出现敌机 系统向飞行员请求下一步指令 看着主人仍坐在那里 毫无反应人工智能 便启动托管模式 立刻开启全方位防御系统 很快敌方战机猛扑过来 率先发起了攻击 大量子弹倾泻而出 而在敌方飞机里的飞行员 也是一具白骨 猛烈的攻击 使得轰炸机损失了一座机炮 自动防御系统呢 此时便开始反击 机炮瞬间摧毁了敌方战斗机 战斗结束 紧接着轰炸机到达目标上空 此时的城市 俨然一片废墟 敌方的防空武器 似乎已经损毁殆尽 轰炸机自动投下 四枚重磅子母弹 炸弹急速下坠 在空中分解成无数个小型炸弹 把早已是废墟的敌方城市 又重新的洗礼了一番 此时人工智能提示 第3460次轰炸成功 接下来的任务 是返回基地修理和补充燃料 还有呢就是填充弹药 准备下一次的轰炸 带轰炸机缓缓飞离城市上空 下面的城市废墟里 一颗金属零件 成了小草的堡垒 似乎预示着 不管人类怎么毁灭 对地球来说 都是无关痛痒的行为 生命呢 还是会以新的方式 延续下去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核战争爆发的第二十年 此时人类早已灭亡 而战争依旧在持续 一处破败不堪的地下堡垒里 已经看不到人类的影子 人工智能呢 还在继续着他们的使命 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人类的命令 人工智能啊 已经进入了自动模式 制定了新一轮的作战机 这是基地的指挥官 他早已在指挥舱内 化为了一具白骨 人工智能取代了他的操作 随着轰隆隆的声响 工作台开始为轰炸机填装弹药 一枚炸弹 缓缓装入了飞机发射舱 轰炸机内呢 还坐着那名飞行员的白骨 突然系统提示 填充失败 由于反应堆损坏 导致接口堵塞 系统呢 立刻就做出反应 决定聚集基地内所有能源 用于帮助轰炸机升空 随着基地大门缓缓打开 此时的外面 已经一片末日景象 轰炸机由于年久失修 楼勋奖早已老化 在艰难的启动后 缓缓的划出跑道 它还是十年如一日的起飞了 但起飞后没多久 机身的其中一个发动机 就出现了故障 发动机燃起浓浓黑烟 与此同时呢 轰炸机下方飞过一群白鹿 冰冷的轰炸机 和这些鲜活的生命相比 仿佛就像是一个将死的老人 坠落在夯实的大地上 才是它最好的选择 再看人工智能呢 面对如此残破的机身 一向无所不能的它 也开始发了难 它再也无法做出 可以保证机体安全的决定 它开始寻求飞行员的指令 最后它请求飞行员手动处理 但飞行员早已是一具白骨 没有了生命和灵魂的它 显然不能做出任何反应 不断催出飞行员 下达指令的人工智能 终于没耐心等待 启动逃生舱 不惜毁灭自己 也要保全飞行员的生命 飞行员最后被弹射了出去 人工智能箱基地 发送了这次飞行任务的报告 为了防止情报泄露 它还自动卸载了飞机的控制系统 准备进入自毁程序 做完这些后 冒着滚滚浓烟的轰炸机 就坠毁在了海平面之上 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慢慢的随着潮水退去 沙滩上两具拥抱在一起的白骨 被冲刷出来 它们本是敌对阵营的两名飞行员 如今却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并且永远的依偎在了一起 镜头慢慢拉向远方 一棵大树深深扎根在泥土里 鲜红的树叶随风飘扬 它好像很自豪 自豪自己以新一代地球主人的身份 来到这个世界 这仿佛预示着人类的消失 对地球来说 是件难得的好事 此时基地内系统提示 已经失去所有的作战单位 战争 终于结束了 幸存下来的生物纷纷钻出洞穴 一只麋鹿在废墟上仰望着 许久未曾拥有过的宁静 月儿在人类海骨上畅游兮兮 白鹤在巨炮上翩翩起舞 对我们来说 一切都是那么的残酷 可对他们来说 一切又都是那么的美好